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我關掉 等一下也有切過來 那麼首先這邊呢 在簡報這裡面 這裡有我的那個 E-mail 聯絡電話跟部落格 好 那麼老師請問 記得老師應該就是從 就直接跳 跳功能讓不起來 所以可能老師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這中間 從G8以後經過了CS3 對不對 再來CS4 去年又出了CS5 很道歉的是最近 又來一個5.5 所以老師有發現這樣爬過哪幹嘛 那你從這個8 跳到CS3 也許還可以接得上 但到CS4你會發現整個界面差很多 因為它的那個面板都已經 又重新調過了 所以可能這個應該是 比方說老師 我自己 雖然也是這樣跟著上 我也都覺得很不習慣 那麼這個是先給老師上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最新版本 可能老師還要再來 只需關注一下CS5.5的東西 另外一個 其實我還有上一個 這個叫Swoosh Max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或者用過這類的軟體 可能有的老師有用過 這個通常都是要建立信息用的 因為我這種稱作灌頭特效 灌頭特效 所以其實我會蠻建議老師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在可能 也許在跟同學上課的時候 其實不見了的時候 一定要只有crash 因為現在crash 有點是成為網路動畫的概念 可是它還不算標準 還不算標準 你說你還知道我可以播 而且最近你看那個 iPad iPhone上很抱歉 不支援crash 它不要用crash 它可以 這個也許未來還會有一些變化 不過至少在PC網路這邊 原則上 這個都它是主要的一個主角 那麼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先稍微看一下 這大概是我 分對我們這次研究 稍微規劃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這個是用那個新制服 新制服籃子 所以我就先講一講 比如說 像我們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老師如果沒有中間挑那麼多 如果CS3新增壓功能 您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 它新增的不多 主要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 因為 Adobe從CS3以後 事實上 而不是Adobe 是Macomedia 那時候Macomedia 剛好被Adobe併購 所以它等於CS3 但是它併購之後 推出了第一個版本 所以它會特別強調它的整合性 好 再來就是CS3很重要的 那個時候推出的所謂的3.0 那這個也是 一個很大的門檻 不容易要過去的 好 因為層次變成物件導向 好 不再像以前2.0這樣 可能可以比較隨性的去 做一些變速的命名 那比較COVID 它會要求比較嚴謹 好 那這個呢 是CS3的 那麼 CS4的呢 它這個地方可能就會增加比較多 好 尤其是界面的改變 好 界面改變上會比較大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改變 是什麼 播放速度的改變 其實以前我們在CS3之前 我們預設 這個都是12FPS對不對 就是 一秒鐘播12個 但是 因為其實後來現在頻繁已經越來越大了 所以 它現在 預設等於24 或者是用30 等於跟我們的視訊是一樣的 好 視訊是一樣的 那再來呢 您看到 這個 我們以前用的那種動畫方式 已經被歸納為 叫做傳統動畫 哈哈 老師他在升級啊 哈哈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不會 我們的傳統動畫不會完全不見 它 因為新的動畫方式 普遍動畫 它還是有它的一些限制 可是它有做一些比較 就是說 可能比較方便的方法 我先問一下 老師有沒有貼出過 Azobe有一套 視訊編輯的軟體叫 X-Event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都在教會 有嗎 沒有 因為那個部分 其實說真的 以前 Azobe還沒有進過MakerMedia之後 它就曾經推出一套軟體 想要打敗 Creation 它叫做Live Motion 它叫這一套 那事實上呢 它這一套呢 就等於是簡化版的 我們講的 X-Event 那麼 它等於說 希望用這一套 把Flash打敗 所以它叫做Flash搭走 結果不小心 推出兩版之後 就被Flash幹掉了 因為沒有人要用 可是呢 它現在自然又把它回來了 因為 AE的 這種動畫 製作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新版的這種製作方式 也就是說它每個屬性都分開來 可以個別設定關鍵 我們一般ZH裡面呢 我們普遍動畫是一起做對不對 所有屬性都一起做的 那這個新版呢 它就變成像這樣 就是 你要做移動的 就做乾純色移動的就好 你要做那個 水平的 X歪折的 就個別做 它可以個別去 直接指定 但是它不是萬人的 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那再來 以繪圖部分來講 其實CS4比較重要的 就是它有加上了3D的功能 它有加上3D的功能 所以 因為其實3D功能 說真的 用科學 其實真的 期待蠻久的 可是 老實講 也還好啦 他們那個 也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是找 你不用再用其他軟體 再來做3D 我們在可以裡面 就可以比較輕鬆的 因為以前有一些其他軟體 像什麼 SWIFE 3D 之類的 它就可以做 就是在裡面就可以 跟一般真正的那種3D軟體 一模一樣 那麼它應該要補進來 那再來就是說 這裡 跟我們繪圖比較有關的 老實有在用以拉推特嗎 比較少 那 波羅效果應該就有用了對不對 波羅效果底刷 那麼 它這個呢 就是類似那種底刷的工具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什麼 其實比較像以拉推特 那個 好 那再來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骨塊 不過說真的啊 骨塊 一般我们就称作 在3D动画里面称作IP 逆向关节运动 逆向关节运动 不过你真的要用得好 老实讲的不太容易 因为要控制好 真的不容易控制 除非你画的图很OK 这样才行 那这个是在我们CS4 大概有的一些功能 那么CS5的部分呢 CS5的部分呢 大概就增加的比较少一点点 增加比较少 不过呢 它就是文字的部分改变比较大 平常我讲老师 我们在飞行内用文字 有没有 大概点凝下就直接打 好像就是我们在用Word这样 对不对 但是它现在不一样了 它现在把它改成像 老师有用这一套吗 引平安 有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 现在在做所谓的数位排版 大部分 呃都用这一套比较多 像我们找集中PageMaker 然后PageMaker来 大概就是看到这一套 因为 现在呢它也开始就是 着重在什么 数位书版 也就是所谓的电子书这一块 另外就是在电子书 因为现在电子书蛮流行的嘛 所以就可以从这边 它就把它做的方法就跟它比较像 等于说以前我们的PageMaker 如果你文字比较多 假设PageMaker 这里容纳不下 你是不是考虑要用卷头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是自己再做另外一个 然后再把剩下来的 是不是要贴过来 对不对 那么新版的它就是 你今天这是一个文字区块 这是一个文字区块 你如果摆到这边摆不下 你可以叫它自动点凝下这边 大概就像这种概念啦 好这种概念 好那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先 我们先稍微提一下 等一下我们后面给稍微 老师稍微看一点点 好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那么再来的话呢 它现在还有一套叫FaceBuilder FaceBuilder 来老师请问一下 您有没有用FaceBuilder 有对不对 那FaceBuilder 您其实不知道它有另外一个软体 就是Contribute FaceBuilder FaceBuilder就类似像那样 就是比较简化版 简化版的 比较简单的 它可以先帮你把一些东西 先架构先建立好 然后呢 你要拿到Face 或者拿到Face 那种所谓的程式端的 你再来做编辑 比如说它这个是 在这里应该把它加进来的 那么5.5的话呢 你看5.5 最近新的 好累哦 这个因为 5.5它主要的改变 是要为了什么 因为不同的那个 iPad的关系 是不同的检视器越来越多 行动上网 所以它支援的越来越多 主要就是行动内容的这些开发 那再来 好多人有这个功能 很好笑哦 照理来讲应该 这种功能导致该有了 对不对 可是没有 那其实我最喜欢的 正常是下面这个功能 就是您现在看到这些 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真正在实作的时候 老实讲 很困难 万一 你在做这些的时候 一开始此次做错 那就真的很痛苦 但也有方法 就是你再把它转成 把原本的那些 放到一个影片 那里面 然后再拿出来 可是总是比较麻烦 好 而且有时候 你这样多了一层 如果你还要写层次 那又更麻烦一点 但是它现在 好不容易 你调整大小 都太跟着说放 不过很抱歉 只有那5.5 我们之前的版本还没有 所以你说放舞台 你们家的字 跟里面的物件 没有关系 这个是给老师再来参考 可能大概就是说 从8以后 这些版本 它大概所新增加的功能 有这些 那么今天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要跟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学习资源 还有这个范例的资源 因为其实范例 您除了说 来自书里面的以外 事实上 网路上 现在有很多就是免费的 这种 这也许可以拿来用 好的 完全免费的 老师应该有 可能有研究 有 有那个 上过一些像 创用讯息 这样的一个 那个 那个概念 对不对 那网路上真的蛮多的 另外呢 您可以找一些学习的资源 我们等下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 呃 这些script 那三 可能我们还是 简单的跟大家稍微 请老师看一下就好 因为我想 这个 太过物件导向 说真的 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习惯 老师平常就是解程式吗 有吗 如果比较没有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东西 我们光是要做一个超连结 你就会觉得 啊 目正口呆 哈哈哈 因为 拍过物件化之后 其实 简单的动作 它要比较繁琐 但是相对的繁琐 它便会看起来比较简化 可是就是 你所有的东西要定义很清楚 去连工 哦 雄雄 冒一个那个 便副 你就要怎么用 不行 一定要先定好 这个便副是什么类型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 事件要设定好 所以 这个 呃 我们介绍一点点就好了 给老师 至少您可以了解一下下 那么 最后面呢 我会再 把就是说 可能我平常如果 以2.0来讲的话 我比较常用到的一些 呃 范例啦 功能 我们把它 贴在里面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好吧 那所以呢 我们 先稍微看一下 这个 我们刚刚有看到 CM3的新增功能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比较简单的 这个是老师您第一个 进到 从 刚上来之后 工具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它有增加的时候 基本的矩形 跟椭圆形 咦 我们本来好像就有 椭圆形的工具 不是吗 你看在这边 我们开一个 你要 这个 新的或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个都可以 好 好 首先第一个 大家最不习惯的 就是工地箱 玻璃加 高麦加 哈哈 好来这边 那 当然如果你要 就是一定要 回复原来的 你可以搭 从这边吧 后来说是传统 可是有时候很 很讨厌看到那两个字 传统 感觉我们好像 都没有进步 这样 哈哈 其实看老师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 要回来 你就回来 没有关系 反正 它现在就是把这个面板 做得比较 那 您看视频 有没有发现 多了两个 基本跟这个 对不对 那其实 跟我们原本的差不多 只是说 它比较像 所谓的一般的那种叫做 像样的软体 像样会主的软体 你看 基本工具差在哪里 都可以做演讲而已 你看 我们把它先画一下 因为这个工具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稍微 介绍一下下 你画好了之后 你看 我们来调整一下 你看这边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我们平常的是 我们画的笔笔 你知道自己去做 那个大概几度 现在这个就不用 所以 我这边呢 有个減破 我把它 画 其实那个还好 因为这个 大家在看的时候 是比较快的 好 OK 其实就像这样子 你可以 把它从这边 像这样 调整往这 这个 就可以做调整 那么另外呢 这个 圆甲的 不是 那个 橢圆形的 其实也是一样 可是你看以前的工作 我们要画这个形状不好画 对不对 不好画 你可能要用那个 就是 交集 連集 插集 这样去做 但是现在不用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们点到它 有没有发现 我直接调这个 你看这里 就直接看一看 对不对 那这里还有 你看 原来这里还可以拉开 有没有 这里算 就是说 它形状上 其实说真的 现在形状的工具 在飞起 变得不多 真的不多 主要就这两个而已 主要在形状的创造上 因为 说真的 大多数的形状下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哪里 以达推特完成 因为那边还有比较完整的工具 这边的话 正宗结浆用 加点用 所以说 它其实会 在这边琢磨的 会相对比较少 那么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 把Photoshop跟 以达推特的 方案把它汇进来 其实在FH8之前 也可以 但是那个是 要另外数费 买另外一个软件 好 但是 它整合了之后 但其他公司的 好 已经整合进来 就要能够会得进来 所以我这边呢 有准备一个档案 老师您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里 有一个 这边有没有 这是 之前 刚好最近做 那个 那个 元器 原刀 它有一个那个 档案 这个的话 我用Photoshop 先开给老师看一下 来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老师好了 老师您先 顺便看看你的档案 抽完了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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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感谢